也正是因为这个 我不得不委屈你 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最盛大的婚礼 不过这一切 需得等我跟那高家娘子成婚之后半年 什么 我 我知道我委屈你了 但是你向来贤惠 你一定不会在意的对不对 好 你什么都好 只是在初身上差了一点 毕竟你曾历见及 若有些人查起来 是无论如何都买不过去的 我也是中了惊事之后才知道 身为师大夫 是不能有任何一点瑕疵 你也不想成为我的污点对不对 更何况 高官长大利 我是无论如何都得罪不起啊 如果你刚才说 是得署骗了我 我是怕你太过激动 才没敢说实话 是得署骗了我 我是怕你太过激动 不过你放心 即便我娶了高氏 也不会让你受到一点影响 我绝不会让你在他面前扶堤作小 或让你另居别院 不会受到任何打扰 而将来你的孩子 也可以记在正式名下 你是说我的孩子 以后还要认别人当娘 这只不过是个虚名而已啊 我们亲生的骨肉 你还怕以后会不孝敬你吗 怕 为了咱们以后的好日子 为了我的关身 你就在名分上面 伤伤地让着一鼓 好不好 不好 欧阳迅 你是太高看你自己了呢 还是太小瞧我了 你特意把我带到这儿来 就是怕我在高家门前大闹 坏了你的大好姻缘吧 变心了就请直出 绕这么一大圈子 没得叫人如何行 我没变心 我现在也可以对天发誓 我唯一钟爱的女子 只有你一个人 我只是不得已 为了你的不得已 你就可以背信记忆 回婚再去 你不用担心 我不会破你 我不远千里 到这儿来找你 其实心里还是存了万一的侥幸 没想到 还是让我失望 东京真是富贵迷迷迷迷迷迷 深情不堪许 你和我的车 爸 我 Bio 我赵潘儿 永不为及 盘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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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上了一层子 喊破你的大好姻缘